大家好,欢迎来到《斋托斋托》之奇闻传说,我是邵A。 自古以来,世界各地都会建不同的大型建筑来凸显自己的文明。 不过即使投放了多少金钱和人力下去都好, 有时在兴建的过程或者喜好之后,都少不免会有意外发生。 传闻各地的人为了不想在发展文明的同时发生那么多意外, 就会用一些恐怖的方法去祈求一切顺利。 今天就和大家讲一个在东南亚流传的施工前习族——打山庄。 打山庄是指地盘在施工前将人埋在工地或者主力处下面以祈求工程顺利。 在东南亚不少地方都有这个习族。 对于打山庄是有不同的叫法,在缅甸他们会叫苗塞,而在日本会叫仁柱。 日本有一条很出名的人柱桥叫福岛桥。 它的桥椅上面有几个好像棺材似的东西。 有传以前福岛桥是连接附近地方的主要桥梁。 但不知为什么每次有洪水来到的时候,桥都会塌,令附近的居民出入很不方便。 负责维修桥的人看到,就决定在维修的时候用人柱。 将在某段时间内,经过桥的人全部捉回来,放到棺材砌入桥椅。 最后他们捉了六个人放在那里。 但很神奇地,自此之后桥就没再塌过。 时至今日,我们都可以看到桥椅那里有几个好像棺材似的东西。 附近有一块牌介绍人柱的传闻。 但到底那几个东西是否当年那几副棺材,就不得而知。 不单在缅甸和日本有这些传闻,连中国甚至我们香港也有。 《相传中国打山庄》最早起源于老板书。 这本书分了上下两冊,上冊是记载普通工匠需要的技能和知识。 而下冊就记载了一些压性之术。 因为以前很多大型工程在施工期间甚至落成之后都会出意外或者倒塌,造成很多人伤亡。 负责的官员和工匠很怕会受罚,于是就去老板道求救。 老板觉得是因为施工时破坏了风水,激怒了那里的鬼神。 所以那些鬼神就破坏了工程。 他认为只要用勃人献制,施工前将他们买在工地就可以平息鬼神的老气。 而买下去的人也会成为那里的守护神。 不过,考古学家暂时发现最早的打山庄是出现在河南郑州东照二里头文法的古城为止。 他们在某层地基发现BB的残骸。 所以相信打山庄这个习族其实比老板的春秋时期更早出现。 一开始的人会把死囚买下去,但一来死囚数量不多,二来成年人懂得反抗。 而且他们用了成人之后还有意外发生。 所以后来他们就改用小朋友来打山庄,因为觉得他们会纯正些。 有传古时起桥前要捉一对男女童,将他们分别卖在桥头和桥尾。 这样他们就会变成守护神保护桥不会塌。 另外,以前地盘在施工前有个传统,他们会在打第一桩前摘个吉日。 当日把小朋友卖在桥位,由法师做些仪式,将第一桩打到小朋友里。 他们相信这样就可以确保工程顺利。 也有传有些工程人员,如果没有亲眼看着仪式的话,他们就会不安乐。 在中国,在兴建广州海珠桥的时候,就曾经出现过打山庄的传闻。 当年,广州是由一个叫陈济堂的人管理。 他是一个非常迷信的人。 有传在1933年,兴建海珠桥的时候,他就听了道士的意见。 在桥等打桩的时候,将一对男女童冠聚,绑在桩柱上再沉入江底。 另外,在2008年,深圳有个四岁的女孩在一个水库地盆附近玩,但之后就离其失踪。 他妈妈在泥里找到个女孩和一只鞋,怀疑她被埋在泥里面。 于是就叫地盆工人挖开泥救人,可惜地盆那边不肯这么做。 后来,地盆一方突然提出私了这件事。 叫个女孩的家人签一份协议,说如果挖到个小朋友出来,就赔回几万元给他们。 但之后要立刻进行火化程序,家属都不可以对他们采取司法程序。 在大家都未知那个女孩是不是真的被埋在地盘里面的情况下,地盆一方就主动提出与私了。 这个这么心虚的行为,令人觉得他们一定是有所隐瞒。 于是,女孩的家长不肯接受这份协议。 他们直接去找相关部门协助,令工程承扮商被逼要挖开一些例子来看。 结果真的在里面找回个女孩,但可惜迷了这么多日,她已经失去气息。 之后在2017年,安徽有个身高1.1米的4岁女孩在出街玩之后失踪。 两天后,有村民在帮手尋人的时候发现附近一条生起的路很奇怪。 有一块石屎不知为什么凸起了,踩下去有点松软,和周围的路很不同。 她挖开来看,看到像是一件小朋友穿着的黄色衣服,于是报警。 警方来到挖了几个钟,终于在那里找回失踪女孩的遗体。 当时她的脸向下躺在路机上。 家属觉得小朋友的死因有可疑,于是提出了几个疑点。 第一,一个1.1米高的小朋友站在路边,压路机怎么会看不到呢? 第二,如果她被压死,为什么附近一些血色都发现不到? 会不会这里不是第一案发现场呢? 第三,如果那个女孩只是就紧被剪过的话, 为什么她身上会被那么大的石屎压住呢? 会不会是她被人埋下来才再剪过呢? 有网民看完这件事之后,就想起以前打山莊的事, 于是就传出那个女孩被人用来做制品的说法。 不过当地相关部门就排除了那个女孩是他杀的可能, 他们坚持这一宗是意外。 不单止在中国,其实香港久不久都会有打山莊的传闻。 在1886年,香港有个传闻说,警察抓了小朋友去港岛区的大潭水塘工地打山莊。 很多人听到之后都人心惶惶。 有些家长甚至怕到不敢被在西盈盘书属读书的小朋友上学。 街头罕味都会听到有人在讨论这件事。 但是有些警察竟然走出来驱散市民, 引来大家不满抗议。 之后还搞到警察要出来镇压。 后来,警方见谣言满天飞,就找人出来解释, 说水塘工程中有些工序需要走入好窄的位置进行。 因为那些位置太窄,一般大人都走不到进去, 所以需要找小朋友来做这些工序。 可能是因为很多小朋友都不愿意做这些事, 令好事之徒乘机到处造谣。 另一方面,也有人说可能是因为当年工程牵涉很多民居。 居民是因为不满收地金牙,所以乘机造谣新事。 去到三、四十年代, 有些家长会用打山庄这个字来吓一些不乖的小朋友, 让他们不要到处走。 去到1964年,又有人重新提起打山庄这件事。 当年一个十二岁女孩出街玩, 她不小心跌倒,令嘴巴受了伤,撞到门牙。 衣服又贴满沉,还弄到晚了回到家。 因为她怕会被家人骂, 所以就说大话,说自己被一个拿着刀的陌生人打, 还差点被人绑架。 父母听到之后都吓了,立刻报警。 但后来警方详细盘问个女孩, 她先承认自己说大话。 不过这个大话已经传到全香港都知道, 大家都相信是有人想抓个女孩去打山庄。 虽然近年香港已经变成一个文明社会, 但这几十年依然有打山庄的传闻。 在2006年, 何文田公主道一个水墓处水管工程地盆里面, 都发现了百库白骨, 当中七库是属于小朋友。 经过检验之后, 相信他们已经被埋在那里超过50年。 因为在工地里面发现白骨, 令社会上有些人提出, 这些可能是打山庄。 不过后来就有人指出, 何文田一带在日治时期是乱葬肝, 所以在那里发现白骨, 一点都不奇怪。 除了这件事之外, 也有传九龙沿海一个很出名的商场, 在几十年前起的时候, 都因为不顺利, 于是在第六条庄署下面埋了三个小朋友。 但这件事是真还是假呢? 我们就不得而知。 有传闻说, 时至今天, 香港的地盘在打大一庄之前, 仍然会做打山庄这个意识。 不过现在, 他们已经不会再用真人, 会改为用生鸡代替, 或者在地盘的四角耍鸡血。 又有传闻说, 在大陆, 如果有些大型工程在施工时不顺利的话, 有些无量发展商, 都还是会偷偷地把小朋友埋在庄底。 我觉得, 其实以前这么多建筑之所以会出意外或者倒塌, 是因为当时的人没有足够的建筑知识和技术, 跟鬼神之说根本没关系。 可惜人们因为无知, 将所有自己不了解或者解释不到的东西, 都跟鬼神扯上关系, 为了令工程顺利, 逐不惜残害同类。 这些如此无稽, 如此恐怖的事, 恐怕就只有人类才做得出。 我不是要否定鬼神的存在, 但人类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 应该学会用智慧和理性, 去判断和处理难题。 过分搬弄鬼神之说, 只会阻碍我们向前发展的步伐。 你们又认不认同呢? 在下面留言和我们分享吧! 喜欢我们的, 记得做齐comment like and share, 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下旁边的小铃铛, 那我们有新片的时候, 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了。 订阅我们的Instagram 150anb, 留意着我们的最新资讯和我们互动吧! 下次再见, 拜拜!